矮寨村位於宮城耀族自治院莲花鎮南部 是廣西實施鄉土特色建築的第一批示範村 矮寨村所在的平江河流域一帶 各族文化經歷數百年融合 形成了獨特的鄉土建築風格 矮寨村所在的平江流域範圍古稱九甲 村民約定族成感形成了人字坡屋面 屋頂鳳斑爪、磚挑鹽門頭、線形屋鹽口 方門圓窗頂和紅長白線條的本地房屋建築特色 形成了鮮明的九甲特色 道路利用了廢舊的瓷磚和石頭鋪砌而成 整條道路和旁邊的環境和建築互相吻合 在矮寨村、新屋和舊樓風貌協調 不僅延續傳統工藝、傳承傳統文化 也充分考慮村民生活的延續性 村民利用零星地塊和房屋前後閒置的土地 建築屬於自己的小型果園、菜園和花園等 可以自給自足,生活也得到改善 近年來,宮城遙族自治院當局 按照歷史真實性、風貌完整性和生活延續性的思路 對矮寨村進行保護開發 積極引導村民進行房屋鄉土化和環境生態化改善 務求探索出農村人居環境新方式 變成慶 Beginning 民造陽 adverse癌 å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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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å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